腾讯一线报道作者 最近,有自媒体爆料,参影制作出品的电视剧,孙光明下相继以来主近东企业,而不得不中途停拍,也发网友关注,爆料文中写道,这部戏在之前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改编,还不容易终于定下了最近开拍,但是又因为近东突然死演,而中断了拍摄计划,该自媒体还透露了近东死演的原因,因为原定的女主,林诗, 被一位90后的女演员替换了,并且是投资商,因塞进剧组的,而原本的女主变成了女儿,就是因为这一点,才让近东无法忍受,选择了此演,还有传闻称,近东此演之坚决,甚至不惜支付高额违约金,参影制作于今天下午发布正式声明回应此事,在声明中,参影制作否认了上述网络言论, 并对传播上述言论,的侵权主体提出警告,我公诉已委托律师及相关部门,对侵权行为进行证据保全,并保留对侵权主体追溯的权利, 同时,闪影制作透露,目前电视剧《孙光明》下相继正在紧交筹备,将于2019年春季拍摄。